文化APP 国际组铜牌 以及Sunsport比赛的金牌 那么这群学生呢 为了在比赛当中拿下好成绩 不但从5月开始就密集集训 甚至呢还曾经连续三个礼拜 魔鬼训练超过12个小时 那么这一趟美国行 除了拿下一筋一筒的好成绩 甚至呢还豁邀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场上面演出 受到各级的好评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为您邀请到剑中乐器联队的队长石茂俊 室外指挥常红翔 队员蔡忠诚 还有家长后援会的会长范素荣 范会长哦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比赛经验 先请会长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我是剑中乐器第三十二届家长后援会会长 我是范素荣 大家好 是还有红翔跟这个茂俊嘛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忠诚 好 会长呢我想要先请您谈一下 其实我知道这个我们剑中的乐器联队 其实历史很悠久 那在国内也可以说是这个获奖无数 我想要先请您这个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剑中乐器联队 大概有多久的历史了 我想剑中乐器队呢 已经有三十二届的历史了 那么我们今年出国比赛呢 其实呢是一个乐器联队的一个编制 为什么是编制 这个样的编制呢 因为我们每一次 每一年都会在暑假的期间带学生出国 那我们出国的时候呢 因为国外的比赛 包括世界乐器大赛 还有包括我们这次的DCI的比赛呢 我们都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编制 所以呢我们有向外去遭受一些他校的队员 一起来参加 而组成一个叫乐器联队 所以乐器联队其实就只有在暑假期间 为了出国比赛 才成立了一个临时的一个编制 所以我印象当中 剑中是男校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看到一些女生 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可能 学校的一个学生们 一起组成的一个队伍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里头的编制呢其实还有一些北一女中三女中或者是景美 甚至就是有一部分已经上了大学的大一大二的学长学姐们会回来 经过我们的征选 一起进到的我们的乐器联队来 不过呢像我看到影片其实当中除了这个乐器的演奏之外啊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走位啊 还有可能有人在这挥棋啊 像这个样子这个编制里面的这些人数 就是说我们这些队员里面 这些工作上面是怎么样做分配的 以我们这一次的编制来讲 我们有87位的队员 那这87位的队员里面 我们其实分成乐队跟棋队 乐队的部分就有木管跟铜管 那棋队的部分呢 就是主要是在视觉的表演的这一块 那至于我们的乐队的一个编制呢 对不好意思 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打击 我们有前排打击 还有我们的行径打击的部分 所组成一个编制 那这个工作的怎么分配 其实是依照他们的本身的专长 还有当然最重要是他们的兴趣 尊重学生的意愿就对了 对对对 不过呢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 所谓的国际古号联盟DCI的比赛 那可能有这个听众朋友 对这个比赛较为陌生 我会请这个我们的这个队长 洪翔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它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一个比赛吗 DCI就像是在篮球界的NBA 或是棒球的MLB 它是在美国一个巡回的赛事 然后是由大概20支职业队伍组成 然后会在全美巡回的赛季 然后它受国际重视比较 就是说就是讲的狭义的应该是说在圈内 就是只要有在玩行进乐的人 就像是打篮球的人都会看NBA的总冠军赛一样 所以DCI的决赛就像是NBA总冠军赛一样 是圈内人会关注的 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表演就对了 对 是好 那你们这次还有拿到一个金牌 是这个DCI SoundSport吗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SoundSport就是DCI特别设计给像高中 有些高中人数比较少 没办法组成大概100个人以上的队伍的话 人少他们就办了一个SoundSport 就是专门给50人以下的乐队来参加的 然后他们就是场地比DCI的正式场地小 然后编制也都会比DCI正式的编制还要小一点 所以是比较迷你版的这个DCI比赛就对了 对 不过他像你刚介绍这个DCI还有这个SoundSport 这两个他们有没有一些评分标准 他们的评分标准就是他们会 他们一场比赛会有5到6个评审 然后有些评审会在最就是看台的最高处 看整个图形的变化 还有声音的平衡 有些评审会在场内 就是近距离的观察 所有表演者或者说 所有队员在音乐或者行径 的表现 近距离的观察 因为这样 他们就是这样可以比较仔细的评分 比较公平 我看到资料好像是说 这个还要比这个创意嘛 对不对 跟这个观众的反应 对 他们会有大概两到三成的分数 是在观众鼓掌 以及欢呼的声音来比 不过呢 这一次我知道我们乐器连队 就是为了要参加比赛 可以说做了很多训练 那我也看到我们这个 网路上面有那YouTube的影片 其实我们好像还在风雨当中做练习 就是说那个环境是很渴难的 我会请你们谈一下 就是说像这个建宗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 这个第一志愿学校 那但是要加入这个乐器队 是有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是限制啊 需要有这种乐理的基础吗 我们建宗乐器队宗旨就是 让所有想参加的人都可以进来玩音乐 然后享受跟其他队员们的团体生活 所以我们几乎是没有对于队员的能力的限制 只要肯 有兴趣的就可以参加 吃苦或是肯练习就可以来参加 有热情啦 这样子 现在讲的是忠诚嘛 忠诚你之前有学过音乐吗 我在进建宗乐器队之前 没有正式的学过一种 就是没有精通过一种乐器啦 可是对于音乐是蛮有兴趣的 您这一次是担任是谁吗 我是随法国号的 法国号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特别想要加入这个 我们的这个乐器 乐器连队啊 当初是因为我国二的时候 曾经看过建宗乐器队在中正健常团练 我当时觉得这个团队真是不得了 是 可以这么的有效率 而且走得这么精湛的演出 我觉得非常厉害 所以就萌生的梦想 很风光 那个感觉啦 是啊是啊 是 不过呢 这次这个我们团队为了这个出国比赛 是不是牺牲了很多科业的时间 像现在是暑假时间嘛 对不对 我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练习 我可以请这个帽俊来谈一下 学期中的时候我们是利用就是 平日我们会就安排组电 就是看各组的时间 然后但是 就是假日的礼拜六我们会利用白天的时间来练习 然后暑假这段期间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集训 然后 而起大概一个月左右 然后从早上八点 到晚上九点 然后甚至有一段期间 就是早上 你可能早上六点要起床 然后要起点坐操 然后晚上十点 然后才能就结束 结束一整天的训练 然后这样子 持续一个月 有没有其中当中 我们有最辛苦的部分 早起吗 我觉得最辛苦的部分应该就是 就是台湾的天气比较难捉摸 就是你可能上一秒地板就是非常均裂 然后但是下一秒就是整个暴雨 然后你可能 因为你的乐器很贵重 然后所以你就要非常小心意义保护它 尽管全身都已经死掉了 然后都要把乐器就放在 不会被雨淋到的地方 然后这是在国内比较 个人觉得比较难以去克服的 然后在国外的话 天气稍微好一点 可是你要面对的就是时差问题 时差 就等于你要在凌晨的 台湾凌晨的时间 然后去团练 所以这需要一段时间去克服 不过我看到这个资料 好像我们这个乐器队还特地遗失到 这个高雄的实践大学的校区去做训练吗 我不知道是遇到什么样是我们场地上面的问题吗 还是 因为我们练习我们需要 骑队需要一个场地 然后打击需要一个场地 乐队需要一个场地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比平常 还更多的场地去训练 所以你在台北是几乎是找不到 那个像高雄这边更好的地方 然后而且刚好那边有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就可以配合他们 然后就是借用他们的场地来练习 听起来我们这个 就是说这个乐器联队要表演 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场地去做练习吗 是 那我们学校是没有办法容纳这样一个空间 几乎是 因为你等于需要三个就是足球场的大小 三个足球场 就是对 你要给三个团体 就是小我们之间的 里面的三个团体 使用 是 好我可以请这个洪翔再谈一下 就是说像这个DCI 这个国际古号联盟的比赛 可以说是这个职业级的这个比赛 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一次踏上这个DCI比赛的心情 这个跟我们的国内比赛的这个心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在上场前很紧张 可是就是开始表演之后就变得很兴奋 因为背后的观众给我的掌声是 就是可以让我越来越兴奋 然后紧张感就会越来越少 是 那帽剧你要谈一下 就是说像你这一趟去的话 你应该也看到其他队伍的表演 那你有没有让你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团队表演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有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平常我们 就是我们自己在网路上搜寻到 就是我们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些队伍 就是他们的表演都一直都很有名 但是我觉得最深刻的队伍是 有一个队伍就是他的年纪都比我们大上许多 是 社会人士吗 对 应该说他的年龄层会比较宽 就是可以老到可以到我们的叔叔阿姨的年纪 是 然后就觉得明明是跟我们年纪相差那么多 然后但是竟然和我们有一样的就是热忱 然后做一样的事 就觉得非常的酷 他们有做什么高难度的表演演出吗 就是他们几乎是跟我们做同样一件事情 对 我们这个年轻做的动作 他们也做得来就对了 是 不过我知道我们这次乐旗连队 其实除了参加我们这个DCi比赛之外 也登上了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演出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跟机会 去参加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演出 我会请会长谈一下 我想每一次呢在暑假中我们要出国 我们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都在想 在这样的一个一段的旅程里面 我们除了出国比赛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给我们的同学们带来什么样不同的事业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经验 所以当我们在去年底得知我们要去参加受邀 应该是说我们受邀 受美国DCi的总裁 邀请我们到去参加DCi比赛的时候 当时的时程都已经知道都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也在想说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带同学们去体验 那刚好中间有个过程是发现 我们在8月5号当天呢 刚好在芝加哥 而那天我们是没有比赛赛事的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几位学长 主要帮我们这次承办我们DCi比赛的一位大学长 讨论 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带我们的孩子们 一起到大联盟的场地 去做一个开场的表演 那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申请 我们大概在我们出国比赛之前的三个半月 向美国的芝加哥的主场 白袜队的主场去做申请的动作 我们把demo带送过去 那经过三个多月的审核 他们也合可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大联盟的场地 去做一个开场的一个表演 美国的国歌 那应该也是我们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他们才很同意让我们进去表演 不过我知道这个好像这一次 我们去这个大联盟这个比赛的时候 好像还有特别有这个场边的美国民众 特别的感动是不是 我想是的 因为这么说好了 当我们进到那个表演的场地的时候 那演奏起美国国歌 事后呢 就是带领我们这个队员们的工作人员 他就真的是泛着眼泪 跟我们的教练 跟我们的队员说 这是本球季 他听到最棒的一首国歌了 他深受感动 对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赤心来到美国的 踏上美国的国土 虽然我们演奏的是美国国歌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学生 可以在这样一个场地 把我们的东西 给全世界看到 让大家看见台湾的实力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是 像帽俊 您自己有在看大联盟吗 就是稍微有在看 稍微在看 那您自己有想过您可以踏上他们这个比赛场地去做表演吗 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这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 那您那个时候踏上去的心情怎么样 就是你会看到 可能左外野手是 就是你在电视上才会看到的人 然后你今天就已经从他身旁这样走过去 就觉得 这是从来不会出现在你人生中的感觉 真的很梦幻 对 你们有找机会跟这球员们去签名握手之类的 没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忙着要准备演出 所以我们就表演完 就在场边可能就看他们比赛 是 那我相信那场面应该很大 那个场地应该比台湾大很多 不过像这个能够要踏上这个国际舞台去表演 是很多人这个梦想当中的事情 我会请你们谈一下 就是说像这一次我们这个成绩拿到这个一金一桶的成绩之外 有没有特别让你们感到这个很感动的部分 我觉得最感动的部分就是 就像我刚刚所说 就是别人可能平均年龄比你大很多 然后可能设备 有些人是比你华丽 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资源比较不足 然后有些人人数比较多 有些人人数非常的少 但是就是唯一相同就是我们就是对行进乐这份热忱 对 然后就觉得大家都从不同世界各地来 然后就为了同一件事情 就努力 然后就觉得非常 就是非常 就是 让你很兴奋 非常的巧合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觉得 比赛完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其他队伍就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觉得 比赛完就是没什么好兴奋 反而就是有点紧张 因为可能为了名词 然后但是最后才了解到就是说 其他人就是所追求的是 呃 一场表演的完成 是否有真的享受在其中 但是可能我们所追求的而是就是前三名啊什么就是 是不是就是一种奖牌的就是荣誉 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从就是从两大大所那个所灌输的不同观念 然后这次这次这次出去比赛然后让我学到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你很享受这次的比赛过程吗 当然当然 那洪翔呢 呃 我觉得 这是在出国比赛最让我感动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有一场 呃 我们有一场比赛在一个 很很大的一个美式足球场 然后 就是他的每一场比赛 参与的队伍的国家的国旗都会被挂在就是那个球场的墙壁的上面 是 所以我就看到在进场前我就抬头看到我们国家的国旗被挂在那个球场的上面 嗯 然后就是随风飘扬 然后在进场前他们会就是在比赛开始前他们会播放每一个国旗的国歌 嗯 然后我就我就在上场前听到我们国家的国歌也被 也在就是整个球场上面 就是被播放出来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们出国比赛而让我们的国歌或是说我们的国旗 让我们国家的能见度都在美国提高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完成了一个 嗯 特别感动的一个经验 对 蛮感动的 可能在国内对于这个国旗国歌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异乡的时候就感触特别多 对 那我可不可以请会长谈一下 其实我知道我们这一次除了这个当然我们同学分享他们的这些心情之外 其实我知道好像有些侨胞也到到场去做加油 你会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去国外表演的时候 我们这些侨胞有没有特别做针对我们这些团队 照顾我们这些小朋友 特别做一些事情让你们觉得特别感动的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大概在纽约的主要是在芝加根 密西根City跟印第安纳普里斯这两个城市 那我们在印第安纳普里斯那边就有侨胞 他因为知道我们到那边去做比赛 那自动就跑来我们练习的地方 那主动跟我们提出说他们想要去准备一些点心啊 寿司啊水果什么的 希望可以为我们的建中乐器的连队的学生呢 给他们加油打气 而且给他们一些实物上的一个支付 所以我觉得这些侨胞呢 他们其实呢 对我们整个建中的学生是非常喜爱的 更何况是我们有来这些侨胞里面 有很多呢 好几位呢 都是我们建中的大学长 哦是 所以呢 像谈起来就觉得说很 更亲切 对更亲切更热情 那他们 当然我们其实每一场比赛呢 都需要门票的 他们真的也都自掏药包 自己买门票进来 然后带了一群侨胞一起来帮我们加油 帮我们打气 那带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小国旗 跟我们其他的家长们 一起在观众席上 为我们的孩子们加油 我想我们感受到这群侨胞给我们的热情 给我们的鼓励 这是我们在台湾之外呢 我们在美国的国土上 觉得感受备受的一个温情 真的啊 就我们台湾人都很亲切啦 对非常的亲切 是 忠诚是不是也特别有话要想讲 就我们在比决赛的预赛之前 在进场的地方 那上面挂了一幅布条 上面写着 Drunk Corps International welcomes the world's greatest performers 就是说 DCI 欢迎这些 世界上最好的表演者 我就觉得 能踏上这个地方 真是太厉害 而且太有福气了 没想到我也有幸踏上 在一个专业领域中的 在一个领域中最专业的殿堂 然后我也觉得 就是很喜欢美国人 这种既然可以脸都不红的 讲出这种 说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 世界上最厉害 我也觉得是蛮了不起的 很有自信的感觉 真的 我觉得美国这种很有自信的地方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你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再去比赛一次吗 到这个场地去 如果有幸的话 是 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的是 剑中乐器联队的队长 石茂俊 世外指挥常鸿祥 队员蔡忠成 以及家长后援会的会长 范素荣 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这一次赴美参加 国际古号联盟 DCI比赛的过程 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 队员的分享 他们为了这次比赛 可以说是牺牲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心力在练习上面 最后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 也绝对是他们努力得来的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要再次谢谢你们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这一次 赴美比赛的经验 那么也祝福你们 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你们 谢谢